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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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次防守火锅 是当晚的得分和篮板王 魏斯特布鲁克是和他的队友得分后 魏毕尔 Bradley Bill 联手在比赛中局前8.1秒 也为毕尔和魏斯特布鲁克个一发三分球 毕尔的一次防守篮板球和两次罚球逆袭成功 让对手眼睁睁地看住战局 由德胜转位减负 毕尔在下半场在这19分钟5秒 获得26分 以及一次助攻和三个篮板球 他在第四节斩获22分 两次三分球和四次罚球都是弹舞续发 魏斯特布鲁克在下半场上这18分钟37秒 也获得22分 以及七次助攻和六个篮板球 他在第四节获得15分 毕尔在最近的38次出赛 只有一场次末有得到25分 并且连续38场比赛 每场比赛至少获得20分 毕尔在1月3日对抗篮网队时 有两双表现得到27分和10个篮板球 魏斯特布鲁克则是在加盟的手艺 就展现大三元本领 得到21分 11个篮板球和15次助攻 他在本球季已经有过8次两双 篮网队的杜兰特 莫文·蒂瑞·尔文和哈利斯·周尔斯 全场分别获得37 26 30分 但是在关键的第四节比赛 三个人仅得到8 11 8分 乌斯队的日本籍大前锋八村磊 Ruiha Kamura上阵28分中39秒 获得9分 以及两次助攻和5个篮板球 这时他缺席三场比赛后 连续第二场参赛 至于替补阵容之中的 组织后卫史密斯·伊斯林 和德国出生的中风华格纳莫尔斯·伊斯林 全场各有亮点 分别得到13分和7次助攻 以及17分卫栏球和2次助攻 乌斯逆势勇往 中场期走破往 彭广阳 2021年2月1日